今天介紹這隻UNICE NADAN雅典錶 價錢最後先說 但先說一下錶的功能和特色 你看到錶盤有兩大分野地區 中間長方形的位置是一個白色的背後面 而旁邊啡色的位置 你看到金屬感很強 並且做了一個太陽放射紋的 就是另一種金屬感的處理 錶可以說是鋼錶 但也用上不少白色陶瓷ceramic材料 包括最主要的圈子 旁邊有兩個按鈕 還有crown有很多陶瓷的點 為何在8點和10點 會有兩個陶瓷ceramic的按鈕 原因就要說回它的功能 首先你看到兩三點位置對出有個大日力窗 現在是5號 05 所以9點位置對出有少少放大功能的 剛好是09 那個就不會是日力了 而其實那個是兩地時間的小時 而兩個在8點和10點的加減按鈕 就是透過動時針 去拆過時距 行一個小秒針的功能 加上上面的小秒盤 以及全部你看到 羅馬數目字的字釘 上面都鑲了不同小小的圓形鑽石 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的石字的做法 而最大的陶瓷位 就是這個白色的陶瓷接扣 當然接扣的構造 有部分件是用上鈦金屬 這個是陶瓷接扣 在一般業界的必要 並且是慣常的做法 所以整隻錶就非常有趣 可以說你想得出可以用來做錶的材料 或者物料 它都差不多是有了 機芯是雅典改裝的292 透明底蓋自動錶 定價不算很便宜 但折後價是你想像不到的那麼便宜 就看到你們了 在陶瓷會議 按照片 我們來看看 我們早就有一個弄 bit